我們首先跟老師介紹一下 其實現在錄影 如果你真的連我們剛剛那什麼 Etipend、OBS、熱蘭的裝 沒關係 你就來這個 我已經講了 不能再說不會教學錄影 您就直接進到這個網站 您往下走 進到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網址 那這篇文章在哪邊 在這裡 您從那個 任務裡面 找到有一個叫做 這個我放比較下面 我應該擺上面一點 第十二 十三 十二 十三 這個是他們 APP的部分 如果老師您是想要用 APP來做 手機或平板的錄影也可以 現在 反正工具都現在越來越簡單 那我們這個是第十二 您打開之後就可以進來 那您看到這裡有個網址 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一個叫做 開始錄製 你不要下載桌上版 桌上版是它試用版付費的 這個公司其實 它有很多線上免費的 有沒有 可以錄影 轉檔 影片下載 都有喔 那我們用的是它 線上錄影這個功能 那你進到這邊之後呢 按一下開始錄製 因為各位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它會下載一個 下載而且安裝一個很小的程式 但是那個是第一次而已 第一次的您看一下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下載啟動器 就這麼一個而已 有沒有 點了之後 左下角是不是很小就下載了 你把它按一下執行 好了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關閉確定 等一下它現在這邊就可以 把那個螢幕啟動打開了 有沒有 就進入準備進入錄影模式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這個畫面 對不對 這就是你錄製的範圍 這在Mac上也可以用喔 如果老師您是用Mac的軟 那個作業系統也可以用 那看起來它把這個稱作線上錄影對不對 但是老師先不用擔心 並不是你現在錄了馬上就傳到網路上 不是這樣 它只是說你要啟動這個程式要在網路上 但是錄影的檔案是存在你自己電腦裡面 它並沒有說你錄影馬上就把你傳出去 沒有 所以不用擔心 那你先看一下 首先這個範圍 請問老師 錄影到底要錄頭大比較好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 我們早上有打過預防針喔 老師有沒有覺得這些數字有點熟悉的感覺 有沒有240、360、360、480、720 有沒有有點熟悉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早上測驗題有一題那個 就讓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你錄影到底要錄多大 雖然你可以錄我們講的自訂有沒有這種不規則的 不是說不規則就是自訂大小 但是這樣子對以後你在看的人來講比較不方便 因為在YouTube上要嘛就全部不然就是那個而已 所以呢我們會建議各位錄標準的 所以我在這邊 以這裡來講我就先1280、720好了 有沒有這樣比較大 我錄小一點好了 你比較容易看得到那個範圍 我用640、360好了 有沒有這樣比較小 你可以自己移動一下 自己移動一下看你要的範圍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就準備來錄影喔 你看這邊你可以選擇只有系統聲音 還是要變成麥克風 要抓麥克風還是兩個都抓 那我就兩個都抓好了 第一個先決定好聲音的來源 第二個先決定好你要錄的是螢幕還是攝像筒 攝像筒就是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你可以單純只錄攝影機 那也可以就是我只錄影喔 這樣OK齁 好你看喔按下去 如果都沒問題的就按錄影 可以看一下這裡有沒有快速鍵 Ctrl F7啦 Ctrl F10 好按確定 開始倒數囉 所以你只要切換好到你自己的畫面 那錄影過程因為我現在比較小 我可以隨時移動一下 可以隨時移動一下你要錄的範圍 在這邊或者把它移到這邊來 然後換過來 這樣OK嗎 這樣應該沒有問題對不對 如果你熊熊想到我要出現一下 攝影機打開 我就出來了 就是我雖然是錄螢幕畫面 可是如果你有需要出來講解 而且你還可以自己移動會這種 不一定要站在那裡對不對 這樣擋一下 講完了再按一下就收起來 你也可以有筆 有沒有發現他們幫你準備好了 按這裡 講解一下 打字那個應該都沒問題啦 畫一下 講完了筆收起來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如果你要清掉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就清掉了 這樣就錄影囉 等到你錄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我這裡有音量嘛 表示我錄進去對不對 我按一下停 這樣是暫停 你可以選擇繼續錄 或者是打勾就表示我真的錄完了 要切換好到你自己的畫面 那錄影過程如果現在比較小 我可以隨時移動一下 熊熊想到我要出現 這樣了解嗎 那麼 好了之後 他要先播嘛 你就從這邊 他有個好處喔 在這裡我媽給各位看一下 你可以保存成影片 還可以保存成什麼 GIF GIF 現在是網路上也常用到 Facebook也支援喔 所以如果說你想要把這個簡單的比較短的 你可以把它變成GIF 我就變成 它就變成一個檔案 你可以方便上傳 當然如果你有需要簡單的編輯也可以用它 你看我直接把它保存就好了 保存起來 有沒有發現 預設檔案就是MP4 那就看檔案什麼名稱放到哪裡 我就把它存起來 假設我放到桌面上好了 儲存 這個就是我講的 一般的錄影軟體都要有這個過程 有沒有要存出去 是不是要有一個過程 可能是轉檔也有可能是那個 那等到這樣好了我就把它關掉 關掉 這樣就結束了 所以我回到我的桌面上 現在應該可以稍微打開一點點 我的桌面上 呦 這裡有一個 要切換好 到你自己的畫面 那 錄影 有沒有發現 它的優標我幫你加那個 打字那個應該都沒問題 有注意到了吧 畫一下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對 這樣是不是就好 請問這樣檔案會不會很大 1.67 對啊 其實我們今天錄影的這些內容 錄影的這些內容 檔案也都不會太大 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就是 我都是MP4的格式 所以MP4格式檔案就會自然會比較小一點 這樣會不會線上錄影了 會了嗎 所以剛剛那個你下次要用 你就進到這個網站就進來 那因為你已經有用過那個啟動器了 所以就再按一下 不用 不會再問你那個問題 就可以直接用了 OK 所以我們後面這段可能時間沒有那麼多 就我先demo一下讓大家感覺一下